各股盘后分点数据分析 并非买卖投资建议 投资有风险 请小心谨慎 OK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先来讲什么 我们留意一下昨天的 电脑选出来的标的 算了一下十档 中了八档 这机率还不错 第五一三 看一下 哎这个是看一下几次走势 今天的走势拉高出货 这基本上 挺得住应该都有赚钱 这是昨天的 今天这今天 昨天选出来 今天可以做单的 OK 然后1760 这一样是昨今天可以做单的拉高出货 然后1795 1795 哎呀1795 美食啊1795也是一样 这也都可以做单 今天今天做单大概十档被尬 两档吧 那1795 所以还有一定的胜率在 这个这档第一桶就被尬了 第一桶就被尬了 哎呀 啊不过应该都有机会跑掉啊 对啊 这这可以跑啊都应该都有机会跑掉啊 出量的时候出量的时候 拉高出量空都有机会跑拉高出量空都有机会跑 对啊 不过可能会被尬了 22609这个 2609可能比较难跑了 哈哈 前面可以跑后面 哎也是跑得掉 对对对 也是跑得掉 对 不过可能这两档可能会被尬了 后面的其他 这个台塑加 这个好像也还好 这这拉在这里会尬啊 尬在这里会有点痛苦 啊应该这档会被尬 这档应该应该会挺顺 这档这档可能看起来比较没那么好做 对啊 不过其他都相对好做啦 对啊 其他相对来讲都很好做 没有说到很难做对 然后这个 圣达克 5388 钟蕾这也都很好做 昨天提供的电脑选出来的标的 今天今天可以做单了 有零四创围 创围这也是拉高出货 拉高出货 然后就开始走路啊 然后再9958 这是 四季钢 不过这拉拉拉 蛮拉一波下来 没有走很低啊 不是很好做 有点撑啊 这有点撑 这感觉有点撑 好了 再来讲一档泄题的 这档今天很多人做 啊 讲一下这档 今天很多人做这档 也不是很多人做这档啊 刚好大家都有做这档啊 我昨天 我昨天 我昨天也有做这档 然后我在尾盘的时候 其实就有讲 我赔2000块我会留单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会 一样会继续拉高出货 因为我觉得前一天已经 拉不拉上去了 我来看一下前一天 7月18号的状态 他这个拉拉了两波啊 我前一天这里 这里 应该是这里 应该是这里 这里我就先 做一单的 应该是155的地方 15的地方 做了一口 然后后来又被拉上去 下来我这里又做了一口 我这里又做了一口 然后被拉上去又下来 我这里又做了一口 对所以我就后来被拉 被停手本来要再做 后来就 因为他距离涨停太近了 因为他已经超过7%了 所以我有点不大敢做 我就没有空在这边 可他后面就一直 盘式感觉不是很好啦 所以我就决定留单 留单今天的话就 他一样拉高嘛 不过连昨天的160都拉不上去了 就只好慢慢等 昨天的最高价都过不了了吧 这都过不了 就没什么好 没什么好紧张的 就慢慢等他降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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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在哪里出呢 我在这根 你们应该有看到我对账单吧 我对账单就是在这根 这根的时候 一刹下去 然后大概停在165 对15615615 大概回復在这里 哎呀可惜啊 可惜啊 这没办法出门上班去啦 对啊 已经太晚了 再不去快被火掉了 被火掉就可以天天做单了 也不是这么说 被火掉就不好了 对啊 所以太晚去上班了 搞到11点 太晚了 太晚了 然后好像有同学 群里的同学好像是 群里好像有 有一个 那是谁 麦蒙吗 还是谁 还是麦克 忘记了 好像是说 他做这单 赔钱啊 赔报多少 我说哈 这张不是昨天就已经泄题了吗 怎么会赔钱呢 空这档会赔钱 这应该 基本上这应该不大会赔钱啊 后面后来又有一个同学 他好像有赚钱 他好像是回补在154吧 补的点比我更好 好像是补在这一根的样子 这一根还是这一根 忘记了 对 反正他补的 我补156啊 他补154啊 而且他好像也下四口吧 哇 一口 哇 154 156 两点 那两张 就是4000块 四口 哇 1万6 比我多赚1万6 对啊 真好啊 对啊 所以他就是啊 后面可惜啊 没关系 这种事情 事后才知道 如果尾盘嘎上去的话 就不是可惜了 就觉得 哎呀 怎么这么倒霉 被嘎了 对 所以不用太 这种事情 常有的事哈 所以不用觉得 有时候没有做到最后 也不要觉得可惜啊 对啊 如果今天的尾盘是嘎上去的 你就会说啊 好险就跑掉 对啊 那今天尾盘是 收最低 对啊 就觉得可惜 没关系 这也不用觉得可惜 好 那我们现在介绍 介绍那个 今天电脑选出来的 电脑选出来的 红绿红 红绿红 我们又回到 我们的红绿红了 红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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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有人问我要不要做 做做多单啊 我真的有多单 哈喽 各位 我也给你们看 我有多单 OK 不要以为我只会做空 我也有多单 那我review了一下一些 之前的东西 所以看了一下 我们在好久以前 6月7号的时候 有讲过这档亚力啊 怎么突然变成标股啦 见鬼了 6月7号 我后来去抓鸡 我说这个 不是 这个亚力好面熟啊 是不是有讲过 然后好像在6月7号这里讲 反正6月7号 6月8号 反正在这里讲 我愿意收工 搞我都忘记了 反正就这几天讲的 要查一下记录 这几天讲的 没想到他后面 那股价在这个前几天 上礼拜 人家在创低的时候 他居然都没有 都没有低耶 一直喷耶 一路喷耶 这什么节奏啊 这 这挺美的耶 这个 是不是还没被发现啊 还是怎样 还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档啊 只有我不知道 天啊 怎么这样子 发生什么事情 我居然没有注意到这档 哎呀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啊 有点难过啊 居然没有注意到这档 对啊 然后 这是亚力 再来一个是 3362 先进光 这就是光系列啦 光系列的 可能是这一波的 掌声响起啊 号角响起 就是光系列的 光系列的 光系列 知道 知道有哪些光 大家就合着一起看 看走势的时候 合着一起看 然后注意哦 他是红绿红 红绿红 所以 波段 对 波段 不一定是波段 至少他是持续买 没有 不是短线客 对啊 他红绿红 所以你要小心哦 要小心 要小心他 可能会 拉高出货 不过终究他会慢慢的垫上去 所以 反正哎 看一下 看一下他最高在哪边140 前波压力 这里应该已经过了 这一根已经过了 所以再往前找 再往右边找 就是这里 这里也过了 再往前找 哎呦 六个月都过了 往一年找 图越来越小了 快看不到了 哎 现在到底是几点啊 七七十六块是不是 七十六 七十六 大概 大概 大概前波是大概这边吧 我看错 七十六 大概这边 呃 看一下 这里 在这里 一月的时候 年初啊 要达到年初了 要达到年初 这里来了 哎 缩小一下 应该就是这里啦 前波就是这里 下一次就是攻击这边啊 就是攻击这个7080这个区块啊 看明天攻的过攻不够 大家可以看看 不过他现在放量 放量一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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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斜率好像有开出来啊 感觉还不错 先光系列的 然后跟亚历 亚历系列 刚刚 刚刚那个亚历 然后先进光 这都自己看一下 自身 自身这个 这筹码都很漂亮 筹码都很漂亮 筹码很美 头信也有在买 这筹码 还OK啦 没有到很漂亮 对啊 看起来不大像 短线课哦 筹码算漂亮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参考看看 这个应该一路上去 哎呦 他是先跌下来 看一下六个月 哦 他这里已经打底完成了 对啊 所以这个 也不错 拉回的时候可以 找白点啊 对 然后还有一个 之前在直播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问了 齐鸿 我一直在关注 这一档 嗯 我还没进去 对啊 那个同学 我也不知道哪个同学 忘记了 他应该 还在里面 对 因为这档 我说不错 他问这档 这个好像还不错哦 可以继续摆哦 可是我在等他回来 他不回来 我不敢进去啊 他第一次不回来 我每天看 不回来 就是不回来 一路上去 气死了 那个同学应该赚不少 那个同学 可以在群里自首吗 到底是谁 齐鸿啊 对啊 这 哇 开第一种 他就一路一路拉 哇 这不错 不错 重点是他投信 投信 一直在买 投信 可是最近投信 有在调节哦 哎呀 要小心哦 等下如果调节完了 不知道会不会掉下来 对 好 做多的 上面几档 可以参考 你看 19 对 美食 美食 美食可以玩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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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可以玩 就是美食 越线往下 筹码 不过他这个好像 打不大下去 打不大下去 不过他有一些 红绿红的特征在 他有一些红绿红的特征在 OK 第一个是红绿红的特征在 好 他有特征 红绿红的特征 不过他这个 有点打不大下去 两天都打到这个底部就 就下不去了 所以 嗯 不是 这电视 嗯 嗯 我看错吗 嗯 哦 对 底部打不大下去 对啊 那是可以尝试的 拉高出货 你看他前一天 再看前一天 我都是拉 拉不大上去 拉不大上去也下不去了 对啊 可能要等粗量吧 不然他就只能在这边打混了 对啊 可以可能可以吃一些豆腐 2103 台向 这也是筹码不好啊 就是往下 跌10% 哦没有 这个是应该是除息的关系啊 应该不是跌10% 看一下 跌几% 跌1% 跌1% 那这个除完息之后没力了 台向 台向筹码 不是挺美的 不过有投信在这边 那买很少啊 这投信 有很多吗 买不少 对啊 不过 现在没有支撑力道啊 主力一直在卖啊 对啊 短线刻啊 红绿红 红绿红的特征出现 绿红 所以 可以试试看 多空都有哦 多空都有 大家就看一下 看一下 2351 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分辨红绿红绿 然后这个是达到月线 今天收一个实质 那达到月线 上不大去哦 上不大去 然后也是一样绿红 然后这是 看起来像短线刻哦 看起来都像短线的 红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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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绿红明天会不会绿 要拆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波段的 是不是在卖 这个都是抄底的 这都抄底的 抄底的在获利了结 抄底的在获利了结 凯基台北也是抄底 在获利了结 对啊 所以 可以观察看看啊 观察会不会一直被干下来啊 因为大家都在卖股票了 因为都赚钱了 再来4919 4919这是新唐是不是 这是做汽车的 汽车要 汽车就先跳过好了 不过这筹码不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样 过不去上不去月旋了 不过可能还是要看一下 相关类股吧 对啊 新唐要看哪一档忘记了 对啊 反正就是看一下相关的类股 看一下 类型一样的 试试看 ok 好 新唐 然后再来利基电 6770 6770 对 这样月线都被被月线压着打 这个已经哇 利基电 哎呀 这个已经 30几块了 这个 这怎么弄啊 这个 这都这样子搞 怎么行 呢 生意不是这样子做的吧 对不对 都这样子弄股票 哎 可惜了可惜了 对啊 好 利基电 自己知道哦 就就利基电吧 利丁啊 对 好了 大概 就介绍到这边了 有多有空 有筹码 不是有多有筹码 有筹码好有筹码不好 好啊自己 分析判断一下 简单分析判断一下 看哪一档适合你 然后 要操作的时候 记得注意 出量 量 决定一切 没有量 就看盘 看盘 看盘 对啊 花很多时间等待 记住 等待 就是要花很多时间 我很多时间都在等待 下单 下单 就两秒钟就下完啊 对啊 你又不是打tick 你如果是打tick的 才会 才会一直在那边 敲滑鼠啊 对啊 那又不是打tick的 对啊 如果打tick的 就 每天在那边 等一下 對啊 對啊我們不是打Tick 小波段要有一個小波段 對啊不用不用打的這麼認真 那打到那個有時候手腕手指頭都會受傷 對啊 好啦記得出量啊 出量再做單 出量等方向再做單 OK 好啦溫馨條提醒就到這邊啊 記得 訂閱分享按讚點起來啊 好謝謝大家